女性安逸轩暴露宣传新戏水浒传 不知道这身装扮是不是要替单身的自己找好桃花呢 造型师帮我打扮了 因为今天水浒的理事师嘛 所以要有一点点性感 但她又想要有点优雅 对 毕竟是才女嘛 还好我觉得缘分吧 看最近蛮多很多缘分的事情 感情虽缘的安逸轩 在戏中饰演古代名记李诗诗 虽然碍于古装尺度没有大胆演出 不过一场和男主角的刺青戏 却让她脸红心跳 其实跟彦卿那一个帮彦卿刺青中意的那一场 因为我刚去没几天 然后男主角身材练得非常非常的壮硕 然后她就赤裸上半身一整天 然后我要离她非常的近 然后我整个就很害羞 就是她身材赤裸裸在我面前 而且还要在她肩膀上轻轻吹气 然后导演用了很多的镜头拍了很长时间 可是我才去两天 然后就要离她那么近 就是她脱了然后我脸红了 对 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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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